我們剛剛講的好像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三腳架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好像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所以我們下面有一個三腳架開啟的按鈕 這還不錯就是因為你三腳架折起來 還有安全扣住的設計 所以你走一走不會忽然這個三腳架就散開來 或撐開來 你一定要按下這個push 你才可以把這個三腳架打開來 Jesus 我們剛剛講的好像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下它三腳架的部分 下面有一個按鈕要按一下才可以把這個三腳架折開 那這個設計是為了你不... 那我們剛剛講的好像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講一下它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按一下下面這個按鈕 可以來轉開我們的... 剛剛我們講的好像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到底多酷訓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下面有一個push按鈕 要按一下就可以把我們的三腳架轉開 那為什麼有這個push按鈕呢 它有一個很酷的設計 就是它合起來的時候它會有一個扣住裝置 就是你怕你走一走啊 它三腳架不能撐開還是幹什麼的 那就是你要按一下才可以把它撐開來 那我們剛剛講的好像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好像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就講一下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那三腳架下面有一個push按鈕 這個設計是為了你走一走 會忽然撐開的話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好像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下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那三腳架 那剛剛我們講的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講一下它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那三腳架下面有一個push按鈕 那這個設計是為了怕你不小心走一走 閃開來或撐開來 那這個push按鈕就是一個鎖定裝置 所以你這樣子就是沒有辦法撐開來的 你一定要按一下這個push按鈕解鎖之後 你才可以把這個三腳架撐開來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下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那下三腳架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自拍棒的部分 那我們接著講一下下面三腳架的部分 那下面有個push按鈕 按一下就可以把我們三腳架撐開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push按鈕呢 就是它為了怕你的三腳架在拿一拿忽然就閃開來 還是幹什麼的 所以它有一個鎖定裝置 可以讓你的三腳架維持在合起來的狀態 反正我們就push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三腳架撐開來 那這個三腳架還有另外一個超酷炫的 沒關係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 沒關係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 所以這樣子三腳架腳沈更開可以讓它更穩 我們就直接來實測看看 實測看看到底有多穩